婚姻的精神 对心理活动的特点缺乏了解 是很多婚姻问题的根源 如果夫妻能够了解这些规律 很多摩擦都可以消除 和谐的婚姻是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心愿 对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和计划的认同 对个人自由空间的认同 一种灵欲结合合意为一的极大喜悦 防止离婚的最佳时间就是在婚前 摆脱困境并不是一件错事 但是为什么会卷入困境? 找出问题所在的原因不是更好吗? 离婚、婚居、打官司等问题的产生 都是由于对意识和潜意识关系缺乏认识的结果 真正的婚姻是建立在精神基础上的 它是全心全意的 它是爱的圣杯 真诚、正直也是爱情的形式 双方应该是绝对的诚实和真摯 如果只是为了对方的钱、社会地位或抬高自己 这样就不是真正的婚姻 因为它缺少了真正的爱、缺少了诚实 这种婚姻是虚伪的 是偽装的 当一个女人说 我工作太累了 我想结婚了 因为我想有保障 她的结婚前提是错误的 她不懂得爱的规律 她的保障实际上取决于她的意识和潜意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如果一位妇女可以善加利用各种调整潜意识活动的技巧 她不会贫穷多病 她可以不靠丈夫而富有 她可以拥有健康、平安和喜乐 她可以有爱情、有保障、有幸福、有世上的一切 想象你心中的丈夫和妻子 女性们 你现在对潜意识是如何工作已经熟悉了 你知道如何影响她 她就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 现在就开始影响她 将你心中所想象的丈夫 她的性格 她的特点 都向她说 这里有一个例子 夜晚在沙发上坐下 眉上眼 让身体放松 心情平静下来 变得被动 易于接受 对你自己这样说 我要的丈夫是诚实、正直、忠诚手信、幽默和具有活力的 她的这些特点已经鸣刻在我的潜意识中 当我思念这些特点的时候 她们就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我知道以性相级是不可抗拒的规律 吸引我的是心中所想的 是我潜意识中所期盼的 我祝愿她平安和幸福 她爱我所爱 我爱她所爱 她不想改造我 我们也不想改造她 那是相互的爱、自由和尊重 不断地练习这个讨告 让你的潜意识鸣刻这些说话 你迟早会吸引你的理想丈夫的 潜意识的智慧会为你开路 让你的会面 这是潜意识不可抗拒的规律 愿意付出的你 你的爱心、你的奉献、你的合作 为你的潜意识回应做好了准备 男性们 请做以下的肯定 吸引我的是完全适合我的女性 这是精神上的结合 我知道我可以给她爱 为她生活中带来光明 让她平安快乐 我感觉我可以做到这一切 她会感到美满幸福 我敢肯定她有很高的素质 她诚实手信、文静可爱 我们相互吸引、不可阻挡 她代表着爱情、真理和美好 我现在就要接受她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实际上已经建立了精神上的伴侣 潜意识会为你在现实生活中效力的 关于离婚 有一位女教师跟我说 我结过三次婚 每个丈夫都是被动营的 都很顺从 凡事都依靠我来做决定 为什么我只能吸引这一类男人呢? 我问她第二位丈夫是不是太女性化 她说 当然不是啦 要不然我就不会和她结婚啦 很明显 这位女教师从第一次婚姻失败中 没有吸取什么教训 问题是她自己的个性救成 她肯定是很男性化 性欺凌人 不自觉地想让对方信从自己 要听从她 她是家里的主角 这些都是她下意识的活动 她的潜意识要吸引的 也就是她的主观上要求获得的 她应该学会通过正确的祈祷 打破旧的思维模式 后来 你为女教师学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就是当你相信你会有理想的丈夫的时候 现实生活就会成全你 接下来是她祈祷的例子 我在我心中建立了她的形象 她强壮有力 活潑可爱 男子气强 事业成功 诚实手信 她和我在一起 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和幸福 我要跟随她的指引 我知道她需要我 我也都需要她 我诚实 善良 身体健康 万能的智慧知道这位男士在哪里 她会把我们带到一起 我相信她会有办法的 我非常感激 她早晚都重复上述的祈祷 让心里充满这种愿望 她知道现实中 迟早会实现精神上对等的另一半 几个月过去了 她不停地约会 进行各种社交活动 但就没有发生什么好事 她开始憔悴 打算放弃 但她不断地提醒自己 她的潜意识一定会为她解决问题 后来她和目前的丈夫离了婚 去到一间私人诊所做办公室的接待员 她告诉我 她一见到那个医生 就觉得是她祈祷中所希望的男人 她好像知道那样 一个星期之后 她的医生就向她求婚了 她们现在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那个医生曾经是个足球运动员 品德高尚 是个真正的男人 儘管她不善于社交活动 但不是被动营的男人 她获得了她所祈求的 因为她首先在精神上有了存在 换句话说 她精神上所想的 已经成为了她身体的一部分 就如跟吃了下肚的苹果 已经变成血液里面的东西一样 离婚属于个人问题 没有普遍的意义 有些情况下 婚姻是不应该有的 离婚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婚姻也不一定是解决一个 孤独单身男人的唯一方法 离婚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对的 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错的 一个离婚的女人 可能比其他已婚的女人来说 或者是真诚和高尚 那个没有离婚的人说不定是过着虚伪的日子 有一次我和一位妇女聊天 得知她的丈夫是个隐君子 曾经犯过案 在家经常对她动武 不管家的所有事 但是她说 那些人都说离婚是不对的 所以她一直都忍住 我向她解释 婚姻是心理上的 两伙心必须相互爱恋才是真正的婚姻 爱是心里面圣结的活动 她听了我的解释之后 知道了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她知道在她心里 没有什么神圣的规律 逼她受人惊吓 让她胆怯 让人对她施暴 只是因为有人宣布她们是丈夫和妻子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做 你就祈祷祈求引领 总会有答案的 你会感觉到的 你心中的灵会引领你 她会静静地对你任时的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结婚只有几个月 就说要离婚了 我发现这个男人 经常怕她的妻子会离开她 她一直在期待着被抛弃 她认为妻子迟早会不忠 这些思想在纏扰着她 令她终日不得安宁 她的精神一直处在一种 差异和分离的状态中 这些都是她的感受 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有因就有果 有思想就会有行动 潜意识就会做出反应 她的妻子离开了家 请求离婚 这个结果也正是她最怕的 亦是她相信妻子会做出的 离婚首先是从心里开始的 法律程序只是外在的形式 有一对夫妇 经常相互埋怨 猜疑 憎恨 不断削弱她们之间的夫妻关系 通过学习心理规律之后 她们意识到憎恨产生对立 爱心令人和睦 她们的心态有问题 她们目前的悲剧是她们错误心态的结果 她们开始按照我的方法祈祷 她们开始互献爱心 友好地善待对方 每晚轮流读圣经中的诗篇 她们现在的婚姻状况变得越来越好 美满婚姻的法则 妻子喜欢暗沉 多数原因是她得不到关注 得不到情感上的交流 所以要关心你妻子感情上的需求 要赞赏她表扬或吹捧她的优点 还有另一种喜欢暗沉的妻子 她想让她的男人适应她的习惯 这是赶走一个男人的最快的办法 妻子和丈夫必须停止互相挑剔 而是应该采取相互赞扬的办法 相互关心对方的需求 如果一个男人闷闷不落 对妻子开始争护 从心理上来说 她已经犯了通姦罪 因为通姦的另一个意思就是盲目性 对消极和毁坏性的事物关注 她背弃了当初要跟妻子白头到老的誓言 忘记了当初的爱心 这种男人想要改变自己 只有努力学会如何消气 学会忍耐 变得有爱心、善良、有礼貌 摆脱对抗的心态 这样不单只可以和妻子和好 亦可以改善和同事的关系 只有整日保持长和的心态 心里才会有平安 和你的邻居和亲戚谈论你的婚姻问题 是大错误 例如一个妇人和邻居说 她从来不给我钱的 对我妈妈很坏的 她愚走、常常骂人或侮辱人 她这样做 其实就是在贬低她的男人 对其他人来说 那个已经不是一个好男人了 所以 除了有必要和一些训练有数的人士 除了谈论婚姻问题之外 不要和其他人或自己的亲戚 说你的婚姻问题 为什么要让这么多人知道你的婚姻消极面呢? 当你谈论你丈夫的缺点的时候 你实际上在心中建立了坏的形象 有谁来感受? 只有你自己 因为你就是你想的和你感受的 亲戚朋友 有时只会以同情的方式 为你取一些大有偏见的主意 因为这些事和他们无关 任何有选于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建议 都是错误的 还有一点要记住的就是 任何一对生活在同一屋邪下的夫妇 是不可能不发生磨擦的 有时甚至会相互冲突 因此 不要向朋友暴露这些不快的事 夫妻争吵只是让自己知道 要经常欢容和忍耐对方的批评和指责 作为丈夫 你不要试图把妻子改造成另一个你 有时你的做法看起来很圆滑 但是他的本性你是改不了的 你这样做是很愚蠢的 他的结果只会导致离婚 因为你的改造 其实就是毁了他的自尊心 令到他产生反抗和奋恨的心理 当然你的判断是需要的 如果你研究一下自己的话 就会发现 在自己的言行和性格当中 有很多缺点 要改掉这些缺点 就够你下半世亡的了 如果你心里说 我要将他变成我想象那样 你实际上就是在自找麻烦 你在尋求离婚 你应该知道 除了你自己可以改造自己 没有人是你可以改变的 当天的事情当天了结 不要记在心上 临睡之前要原谅对方 家庭是建立在相互尊重 爱心和美好心愿基础上的 不要对对方行为胡思乱想 要相互赞扬对方 减少批评和抱怨 照台早睡醒 要祈祷 恳求引领 祝福家人和所有的人 吃饭前要借恩 感恩你的食物 你的腹足 你的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 吃饭的时候不要提及争论的事 或者令人担忧的事 对你的伴侣说 你做得真是不错 我心里很满足 如果你们是这样做 你们的婚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要怎样? 对心理活动的特点缺乏认识 是很多不幸婚姻的根源 如果可以一起整天祈祷 就不会分离 防止离婚的最佳时间就是婚前 如果你知道如何祈祷 你就可以吸引理想的伴侣 婚姻是两个人的爱情结合 是两火心的碰撞 是共度时光 白头到老 婚姻的幸福 不靠愧贞 它基于对永恒真理的施杀 和生命中有精神价值的东西 只有这样做 夫妻双方才可以表达出 幸福和快乐的感受 如果你不停施杀 你想伴侣的美好气质 潜意识就会以神奇的方式 实现你的梦想 尋找伴侣之前 首先要在思想上建立你的伴侣形象 如果你要别人忠诚 守信 正直 可爱 首先你自己也应该是这样 你没有必要在婚姻上重复犯错误 如果你相信你可以找到理想伴侣 你就只好相信 结果一定会有 不用担心何时 在什么地方 而什么方式 遇见你的理想伴侣 相信你的潜意识 它是万能的 不需要你帮忙 如果你总是对你的伴侣抱怨 或者憎恨 你实际上在精神上已经来了分落 因为你已经在心田里 栽上了这些错误的种子 你应该想想当初的誓言和承诺 停止对你的伴侣产生畏惧感 只是将美好放在心中 你的婚姻就会美好的了 如果相互表达爱意 祝福美好 潜意识就会拾取这些动议 你会感觉你们更加信任 和睦和尊重 一个喜欢闻尋的妻子 通常在寻求别人对她的关注 她渴望爱和赞赏 所以表扬或者吹捧她的优点 以表示你的爱心 一个爱妻子的男人 在言行上不会伤害她的妻子 爱情是爱心的体现 不要和隔离轮社 或者亲友谈论你的婚姻问题 可以咨询专家意见 因为你不可能找木匠帮你剝牙 不要企图改造对方 这样做好愚蠢的 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引起对方的反感和反抗心理 导致婚姻破裂 因此不要企图将对方变成另一个你 一起祷告会令到你们相互依恋 科学的祈祷方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经常想想你的妻子是快乐的 幸福的 健康的 美丽的 同样 经常想想你的丈夫是强壮的 活潑的 和爱的 善良的 经常这样做 你们就会经历天堂本的婚姻生活的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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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